李妙克在2008年8月8日 北京鸟巢体育场演唱了歌唱祖国 那个时候有40亿观众观看 一下知名度非常的高 后来又报道说 甜美清澈的女生属于另一个小姑娘 那个声音的主人是杨佩怡 2011年5月李妙克参加一场活动 当时小小年纪看胸这么大 其实是为了效果 加了兄弟 跟他当时的年龄不符合 也比同龄人成熟很多 纷纷指责是妈妈 好作招来一片恶评 2014年李妙克出演 那由中国音乐学院附中 师生排演的演唱会版 《被惨世界》 李妙克拍广告MV 感觉很可爱 李妙克网一连环画 李妙克1999年7月1日出生于北京市 去参加北影的面试 没有通过 还特地发了微博说 无缘北影的 网友都还在安慰他说 努力就行了 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 这是林妙克在南京艺术学院 军训时候发的照片 你们还能认出来谁是林妙克吗 我感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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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